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240亿章杀人与我如弦停信步 气氛沉沦压抑 四野无声 众人都彻底胆寒 那些些王静大人物彼此对视 毫不犹豫联手出击 哼 天摇地晃 各种宝物带着耀眼的神艳重销 竹般精神秘法横空乍现 压得虚空 如墨般的夜色 被照得炫亮刺眼 一众剑王出击 那等威势 岂是寻常 刹那间而已 众人都有末日浩劫降临的错觉 心生大恐怖 而这一切功绩 皆直奔苏义一人而去 苏义神色波澜不惊 他卖不上钱 他 那轻盈的脚步伤 此刻却向闷雷响彻 那狂暴动荡的天地 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禁锢 那漫天肆虐的神艳 鬼里射人的宝光 毁灭气息惊天动地的秘法 劲猛地停滞在那 就像画面突然静止 一股灰色中充斥着无上威能的大道法则气息 方似一道天幕般冷罩在这寒山之巅 那是玄境法则的奥义 静谷周虚六合压制万灵变化 任何大道力量除非拥有能够和玄境法则对抗的威能 否则都将被压制 这一场 仿佛连声音都被静呼 静悄悄的 所有人惊骇 瞪大眼睛 在他们视野中 天地像陷入停滞中 一切画面静止 那些借王静大人物 借保持着各种奇怪的战斗动作 他们脸上的神色 都能被清楚地看到 或惊怒 或错愕 或骇然 那些宝物和道法 借向一幅幅不真实的斑斓画卷 静静悬浮在那 一动不动 这 不知多少人头皮发麻 亡魂大冒 这等一幕 太过诡异 那些借王 更是如遭雷击 差点崩溃 他们疯狂般运转一身道行 和却惊恐发现 根本无济于事 完全无法摆脱那种被禁锢的状态 这是何等大道力量 有人亡魂大冒 那家伙究竟是谁 怎会拥有如此匪夷所思的力量 他明明才二十余岁啊 有人惊骇欲绝 而对商文正 商清拼 姚学等人而言 却浑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可当他们看到 这天地万象 以及场中所有人 皆如泥塑般定格在那里不动 当看到那些借王静寄出的宝物和施展的秘法 都静止在半空中的时候 他们也悚然一惊被深深震撼到 这是何等神医的手段 踏踏踏 这寂静静置般的天地间 苏伊那轻盈的脚步声响起 就如来自地狱催命的音符 所有人的心都悬在嗓子眼 眼睁睁看着苏伊如闲庭信步 来到那些停顿在虚空中的宝物前 袖袍衣服 十余件宝物凭空消失 以种种神妙莫测的道法 如泡影般爆碎 那些借王静人物揭慕自欲裂 惊恐绝望 心神都快要崩溃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强大到让他们 都连一丝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这紫霄星际的周天规则 的确要逊色一些 怪不得当年小楼 在正道界王静之后 便不得不离开 前往其他星际磨练剑道 苏伊清宇 有些感慨 这若换作是指掌类似天奇 星际 聂灵志等星空法则的界王 但不可能连一点挣扎 抵抗的力量都没有 当然 归根到底 也和苏伊道衡 太过恐怖有关 正道界王静之前 都能轻易斩杀 同寿境界王 能去和归夷境界王对抗 而在正道界王静之后 他一局在体内开辟混沌的 铸就天地根 这等底蕴 足可堪称万苦未有 反观那些界王静对手 最强的也仅仅只是 同寿境后期的角色 哪可能会是苏伊对手 摇了摇头 苏伊没有过多感慨 目光看向那些界王 当被他目光扫中 那些界王皆不寒而栗 彻底色变 许多人眼神中都写满祈求 苏伊笑了笑 绣袍衣服 砰砰砰 一个有一个界王静大人物 像被拒锥砸碎的冰雕似的 轰然四分五裂 化作灰烬飘洒 助手 蒙蒂 一道震怒的大鹤响彻 哼 整座寒山剧烈摇晃 无数进阵力量 如若被唤醒般 爆发出汹涌的力量波动 就见一个红袍男子 如若天山下凡斑 挥剑怒斩 刹那间 笼罩在这片天地的玄金 法则力量轰然裂开 原本静止的画面 也就此被打破 场中所有被禁锢的人 就像从冰层中挣脱的鱼 一个个活了过来 每个人皆急促喘息 惊慌尖叫 之前被完全压制和禁锢 那种遭遇 简直如若梦魇 让人快要崩溃 而此时 场中仅剩下蓝浩云 以及其他两位界王 他们在脱困后 第一时间暴退 尤其是蓝浩云 更是私生大叫道 老祖 快 快杀了死疗 那红袍男子 正是古族蓝氏的 龟一镜牢股等蓝山渡 蓝山渡脸色阴沉 语气三然道 放心 他今夜必死无疑 恐怖的杀鸡 从这位龟一镜大能身上席卷扩散 令天地色变 施方皆暗 孽障 可敢前来一战 蒙地 又一道声音响起 就见远处天穷上 立着一个满头银发的美妇人 手握长枪 冷谋如电 蓝长水 古族蓝氏两位龟一镜界王之一 场中轰动 那些蓝氏族人 简直就如见到救星 一个个都亢奋狂喜起来 不少人甚至有流泪的冲动 那些原本惊慌失措的宾客 也一个个心中松了口气 龟一镜大能 已是当今紫霄星界最巅峰的战力 更何况 眼下可是两位龟一镜大能一起出动 伤吻着 伤清拼 摇雪都心情沉重 下意识把目光看向了苏义 就见苏义拿出酒壶 轻出了一口 道 等你们很久了 众人 这是何意 难道 不等人们回过神 就见苏义探出右臂 骨节分明的白皙五指当空一抓 天穷下 手握长枪的白发 美妇人蓝肠水壶的郊区一将 而后 她猛地剧烈挣扎起来 浑身道光汹涌 光艳增腾 但紧紧眨眼间 她的躯体就像被上苍之手牢牢攥住 在无法动弹分毫 不 蓝肠水肆意识到什么 惊恐尖叫 嗯 声音还在回荡 她躯体在夜空中炸开 如铺鲜血飞洒 染出一幅滚烫星红的画面 证人皆惊得活儿差点冒出来 一位归一净大能 就这般被抓爆了 远处 一袭红袍 手握道间的阑山都如遭雷击 躯体灯灯灯倒推树部 而后她转身就逃 之前她如天神凌晨 一剑破开玄境法则 微风扒面 劈你全场 可现在就像被吓破胆逃窜的老兔子 连在场那些族人都不顾了 这反差太大 以至于许多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但苏伊兹不会让她逃了 她胎指一抹 吃 数千丈外 一道剑气在夜空中炸泻 一闪即逝 紧跟着 阑山渡躯体壶的分座上下两截 如铺般的鲜血顿时喷洒而出 你 你究竟是谁 她艰难转身 发出充满不甘的嘶声 和声音还在回荡 她那两截躯体都以扑速速化作灰烬 消散在夜风中 在她死去的地方 一道千丈长的笔质力寒 却久久不曾离散 那是被剑气凿破的痕迹 至此 轻描淡写之间 两位蓝氏古族的龟一镜大能 暴毙当场 和之前灭杀那些同兽境界王 并没有多少区别 依旧是一击致命 随手抹杀 公子如今的道行 以租客碾压龟一镜角色了 孟长云油然感慨 全场死寂 所有人都呆滞在那 界王 何等恐怖的存在 可在今晚的寒山之巅 却似草芥般 陆须云落在眼前 同兽境不行 归一镜也不行 咱怎会这样 蓝浩云的心态彻底崩了 欲哭无泪 这位古族蓝氏的族长 在整个紫霄星界都称得上全领滔天 微视如海 无人感不尽 可此时 却仿佛一下子苍老无数岁 失魂落魄 如丧抠比 在场那些宾客 也早已下的六神无主 面如土色 也是这一刻 他们才深刻意识到 所谓的清算 是何等恐怖血腥的一场杀戮 见王静如雨陨落 这在紫霄星界过往岁月中 都几乎不曾发生过 何止是血腥 都足以扭转天下局势 改变紫霄星界修行势力的格局 扑通一声 远处 南氏古族少主蓝天 起乎地面朝商文正 跪倒在地 苦涩出生 商伯父 小智愿意迎娶清兵姑娘为妻 还请您息怒 让那位前辈就此职守 全场一计 众人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打破脑袋 都没想到 这位蓝家少主 会用这种方式来指歌 这显得很荒谬 难道 他认为今夜的一场清算 是因为他拒绝和伤势一族 结亲所致 这小子 脑子莫非有毛病 孟长云一阵惊诧 商文正冷着脸 没有理会 商清平和姚雪 看着蓝天起的目光 完全像看一个傻子一般 苏义也不禁证了一下 这位蓝家少主 该有多绝望和无助 才会想到用这等荒诞的理由 来化解这一场杀劫 就在此时 一道狂喜的声音呼的响起 组长 咱们有救了 那位身份尊贵的客人 马上就将驾临 一个老婆从远处跑来 满脸激动的潮澜浩云禀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眼波 摩轩 摩利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贵客很生气 蓝浩云虎去一阵 整个人从那种崩溃绝望的情绪中回过神 他眼眸发亮 战声道 我倒是差点忘了 今夜 还有一位尊贵无比的客人要来 声音中 难掩激动 在场许多人都想起 此次寒山夜夜 古足兰师曾很神秘地宣布 将会有一位来自其他星域的尊贵客人驾临 甚至 今晚这一场论道争锋之所以没有开始 就是为了等待那位贵客驾临 苏语很悠闲 没有着急动手 一口气灭杀所有对手 的确很容易 可如此一来 则容易吓跑那些还不曾冒头的对手 他倒想看一看 今夜古足兰师请出了怎样一个尊贵的客人 希望别太让人失望 很快 远处天穷下 应见出一道璀璨的金红 一道身影驻足金红之上 破空而来 比人蓝浩云 恭迎大人 这一场 蓝浩云面露狂喜 抵石坚迎上去 一带恭敬 众人抬眼望去 就见那脚踏金红而来的 是一个容貌似青年的男子 一袭浴袍 身影笔挺 浑身营绕在淡淡的光焰中 尤为醒目的是 这羽袍男子腰盘 悬挂着一对双刀 这位是 许多人惊疑 一个古足兰师的老人揭晓了答案 星空八大界王世家之一 装饰一族的贵人 轰 场中轰动 像炸开锅似的 金窟生四起 在星空深处 有八个堪称巨无霸的世家古族 每一个 皆在星空各界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像紫孝星界的七大古足 也仅仅只能在紫孝星界 称王称霸 可那八大界王世家不一样 每一个皆堪称 星空深处的顶级势力 比之星空巨头都不逞多让 而装饰一族 便是其中之一 这样的贵客驾邻 哪怕就是个奴仆 都足以让兰师古足 是座最尊贵的客人对待 而人们都看出 那羽袍男子的身份绝非寻常 身上涌动着 这些王静人物的气息 换而言之 这位来客在装饰一族的地位和身份 注定非同小可 装饰一族 商文正心中一颤 彻底色变 他焉可能不清楚 装饰这等庞然大物的恐怖 与之对比 自消星界这七大古足 加起来都不够看 而今夜 古足兰师敬请 动装饰一族的贵客驾邻 这让商文正顿时意识到不妙 他忍不住看向身旁的孟长云 却见后者明显也正住 似感到意外 还不等商文正回神 天穷下 已响起兰浩云那悲痛欲绝的声音 大人 还请您为我兰家主持公道 说着 兰浩云扑通一声跪在那 欲袍男子惊恶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还有人敢欺辱你们兰家不成 兰浩云满脸恨意 蒙得一直远处立在寒山之巅的苏义 道 大人 今夜此人前来 滥杀无辜 残害我被修饰 他 兰浩云愤慨陈词 神色间尽是恨意 也引起在场许多人共鸣 皆愤怒难当 俨然让苏义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只是 没有人注意到 当浴袍男子看到苏义时 眼眸猛地瞪大 整个人呆着在那 你要替古族蓝氏出头 苏义问道 他眼神很微妙 没有想到 会在子弟见到庄碧凡的这个曾孙 还记得前不久在黑烟界天青城 自己还曾亲自收拾过这小子一顿 不曾想 现在又见面了 并且 对方还被古族蓝氏是做贵客 听到苏义的话 玉袍男子浑身一颤 蒙地清醒过来 而后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注视下 这位来自庄氏一族的贵客 整了整一关 神色庄苏的朝远处的苏义攻身见礼 我庄啸云就是有一百个胆子 也断不敢跟阁下作对 全场寂静 所有人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 正在愤慨悲痛斥责苏义的蓝浩云 声音夹然而止 他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玉袍男子 道 大人 您怎么 玉袍男子庄啸云气的抬脚狠狠揣在蓝浩云脸上 咬牙切齿道 你这是请老子来赴宴的 我看事情老子来赴死的 哼 蓝浩云直接跌出去 脸颊上留下一个脚印 他差点崩溃 惊叫道 大人 您是不是误会了 啪 话刚出口 庄啸云就一巴掌抽过来 打得蓝浩云脸颊红肿 头发散乱 滚一边去 别再跟老子说话 否则老子灭了你 庄啸云破口大骂 他的确气坏了 前不久时候 侥幸从苏义手底下捡回一条命 就已让他感到庆幸 谁曾想 今夜还被人蛊惑着要去对付苏义 这简直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 场中气氛愈发死寂了 所有人都傻眼 为这变故惊道 无法想象 古族蓝氏请来的贵宾 怎么会忽然翻脸 直接痛走蓝浩云 这无疑太过匪夷所思 这 这 商文正说不出话了 他都有些忙 商清平和姚雪也面面相聚 一位来自星空界王氏家的贵客 却似对那沈默无比忌惮和畏惧 想一想 就让人心颤 而此时 庄霄云一火烧屁股式地来到苏义身前 自生怕苏义误会般 解释道 阁下 我真的只是路过 顺便来吃杯酒 和他们蓝家也没多少关系 无非是他们宗族的一个女子 是我一个族书的侍切 根本和我没一丁点关系 苏义我了一生 庄霄云心中却一阵发毛 道 阁下若不幸 仅可以杀光古族蓝师的人 我断不会插手 甚至 他目光一扫在场证人 眼神冰朗 我愿意出一把力 全场接惊 到了此时 谁还能看不出 这位庄师一族的贵客 明显对那轻袍年轻人无比忌惮 一想到这 许多人心如死灰 庄师 星空八大界王世家之一 可连庄师的贵客 都这般忌惮对方 这无疑也衬托出那轻袍年轻人来历注定恐怖无比 苏义想了想 道 你若想帮忙 就留在此地 和老孟一起 把这一场清算进行彻底 他已彻底没兴致再出手 庄笑云顿时如是重负 连忙痛快答应 苏义则甩手把那一块玉剪丢给孟长云 道 交给你们了 是 孟长云苏然领命 苏义则再不看在场其他人一眼 静自来到商文正商清兵身前 道 走吧 我们先离开此地 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说着 就朝远处行去 商文正商清兵和姚雪街连忙跟上 哪怕在路上 他们的脑子都浑浑噩噩的 内心一片混乱 很难彻底冷静下来 当晚 寒山夜宴之上 一众借王福珠 一阵来自各大古族的强者被清算 整个古族兰是最顶尖的大人物 几乎被一网打尽 当这一场清算落幕 那寒山之巅 已是血流成河 道友 是否要把这兰家彻底踏灭了 庄霄云笑着问道 孟长云摇头 反问道 阁下觉得 随着那些借王陨落 古族兰是还有严存下去的可能吗 庄霄云一正 身以为然道 当这一个大势力没有了借王坐镇 必会引来群狼啃事 就此土帮瓦解 孟长云道 不只是蓝氏 其他古族也如此 这就是我家公子的惩罚 也算是帮伤识一族以牙还牙 抽一口恶气 说着 他转身就走 庄霄云痴疑了一下 追上前去 阁下为何还要跟着 孟长云有些意外 庄霄云笑呵呵道 我就是离开 也得跟你家公子打个招呼 否则就太没礼貌了 孟长云 他没有再说什么 当晚 发生在寒山夜宴的事情 就像一场风暴般扩散戳举 引发轩然大波 可以预见 整个子孝星界的秀行势力 都将为此震颤 彻夜难眠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千二百四十三章 又见钟声响起 心灰灿燃 夜风熄熄 一座山野湖泊之盼 苏语躺在藤椅中 放松下来 多谢前辈仗义出手 此等大恩 我伤识一族定永世不忘 商文正攻身建立 这位商市一族的组长 脸上写满了感激 连对苏语的成位都变了 商清兵和姚雪连忙 跟着攻身致谢 良女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面对苏语时 拘谨而敬畏 如是神人在前 再不敢像之前那般 视其为同辈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苏语拿出酒壶 轻饮了一口 道 等你们此次返回宗门后 替我给商建楼上一炷香 敬一壶酒 商文正躯体一阵 难以置信道 千未莫非和我祖父相识 苏语微微摇头 道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急也罢 商文正心虚翻腾 他敢确信 眼前这看似年轻的沈木 极可能和自己那过去的祖父 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苏语从袖袍拿出玉瓶 递给商清瓶 道 在你正到见王敬之前 把这十斤悠玄神将炼化了 等他足见王敬 就去身无星御子和剑庭 你曾祖当初曾将其生前 最得意的一部剑经 留在这个宗门 你身怀九阴玄脉 只要抵达 便可得到这部剑经传承 什么时候掌握了 这门剑经的全部奥义 什么时候再离开紫河剑庭 苏语声音温和 显得格外有耐心 对商清兵准准教会 你曾祖当初纵横星空各界 核心在于 唐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剑徒 我希望你以后可以在你曾祖的剑徒上 另辟蹊径 清出于栏 如此足可未见你曾祖在天之灵 说到这 苏语心中轻语 如此也可让我不再心存遗憾 前世他只收青唐一人为徒 可对商剑楼的财情和禀赋 也发自内心的欣赏 否则当初怎会亲自带着 黄境层次的商剑楼 去黑烟风带中寻觅悠玄神江 又怎会悉心指点其剑道修行 遗憾的是 商剑楼死了 死在星空深处七大禁地之一的万魔岭中 当年 苏语得知这个噩耗 曾掌剑杀入万魔岭 纵使一口气屠戮十万魔怪 帮商剑楼复仇血恨 最终也没能挽救商剑楼的信念 这也成为他心中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 而今 剑道商剑楼的后裔 剑道和商剑楼一样拥有九阴玄脉的商精兵 苏语难免爱无及乌 正道剑王 紫河剑庭 曾祖最得意的剑精 清除于蓝 商精兵愣在那 心神恍惚 这位前辈 原来都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以后的修行之路 商文正更是心虚激荡 狄鹤道 丫头 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谢恩 商清兵如梦初醒 正欲拜谢 苏语一白手道 我跟你说过 莫要辜负了九阴玄脉这等天赋 如此足够了 商清兵深呼吸地一口气 郑重答应 苏语目光看向商文正 道 自今夜以后 这紫萧行皆当在没有哪个势力能够威胁到你们宗族 不过 我能帮你们一时 不可能帮你们一世 以后的路 要由你们自己来走 商文正 苏语人行礼道 晚被商文正 谨真前为教会 这时候 孟长云和庄霄云从远处掠来 公子 事情已经解决 孟长云上前 把寒山夜宴的事情如实禀报 苏语微微汗手 抬眼看向庄霄云 道 你为何又跟来了 庄霄云了一声 连忙笑道 我来跟阁下打个招呼 然后就会起程返回宗族 苏语道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庄霄云 他干笑一声 道 临走前 我能否请教阁下一个问题 苏语瞥了他一眼 道 我知道你对我的身份好奇 回去见了你宗族 他或许会告诉你答案 庄霄云明显有些气馁 道 那好吧 旋即 他又露出笑容 对桑文正说道 今晚的事情 我都已经了解 以后若有用地 上我装霄云的地方 尽管说话 说着 他摘下一块腰牌 双手递给桑文正 这是我族嫡系一脉的配饰 还请阁下收好 桑文正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他目光下意识看向苏语 苏语似笑非笑 道 当着我的面做人情 也罢 就给你小子一个机会 收下吧 伤人正这才收下 庄霄云也如是正负 笑着拱手 那我便不讨扰了 告辞 说吧 四生怕引起苏语反感般 转身就走 孟长云感慨道 我还当着小子 极要狂妄 不同人情事故 谁曾想 也是个心眼透亮的人精啊 连他都对中霄云赠送令牌的举动拍案叫绝 看似是收买来自商事一族的人情 实则 何尝不也间接获得了公子的另眼看待 这一手玩得 漂亮 似这样的大师家子弟 他们的狂妄和桀骜 从来只展露在实力和身份不如自己的人面前 当实力和地位超越他们时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调整姿态 变得温谦公让 苏语淡然道 这既是他们的优势 也是他们的臭毛病 说话时 他长身而起 收起腾椅 道 该走了 伤闻正连忙出生挽留 但被苏语拒绝了 很快 苏语就带着孟长云扑空而去 父亲 你可认出那位前辈究竟是谁 商清平禁不住道 姚雪也竖起耳朵 商人正苦笑摇头 我心中也猜不透 顿了顿 他露出敬重之色 道 不过 我敢肯定 那为什么前辈定然和你曾祖认识 并且关系不一般 姚雪善善道 最初时候 我还当那位前辈是清平的爱慕者 以至于言辞间颇有些不敬 而那位前辈自始至终不曾与我计较 现在想来 着实让我汗颜 商人正暗道 一位轻松能斩杀归一境界王的存在 何须跟你一个小姑娘计较 浩瀚冷静的星空中 一夜偏周穿梭齐上 苏语头枕双臂 躺在川尾处 看着万千星辰从自己眼前呼啸掠过 心境也彻底放松下来 公子 路上 正自驾驭偏周的孟长云迟疑了一下 这才低声道 小老想回宗门 跟那些亲友见一面 就当是辞别了 说起来尴尬 当初 太乙道门和其他星空巨头势力联手 一起派遣力量杀往玄黄星界 可最终 缺落一个近乎全军覆没的下场 而孟长云便是当初跟随在太乙道门的势力中 一起前往玄黄星界 并在仙陨禁区中投诚于苏义的麾下 孟长云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徒 因为他并非来自太乙道门 而是作为太乙道门附庸势力中的一个解王境力量 被召集着一起处征 更别提 他投诚的对象 乃是贯主 这让孟长云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 甚至为此感到无比庆幸和自豪 能吹一辈子 而此次重返星空深处 孟长云毕竟不是孤家寡人 他也有自己的宗门和亲友 故而 相回去一趟 与之辞别 然后就安安愤愤地跟随在苏义身边行走 苏义想了想 道 也好 我陪你走一遭 从玄黄星界启程 直至如今 才过去两个月 接下来有着足够的时间去九天阁 并且 前往九天阁时 会经过太乙道门所在的千基星界 恰好顺路 并不会耽搁多少时间 出此 苏义也想起了阿采 那个由金蚕所画的神秘少女 同样 苏义可不会忘了 千基星界第一道统 太乙道门当初曾派遣力量 前往玄黄星界 欲灭杀自己 抢夺轮回 甚至 在细究的话 当初在轮回万道数前 台关老鬼还曾被太乙道门一个名叫轻骄的家伙用箭矢射伤 大人要和小老一起前往 孟长云寺难以置信 露出惊喜之色 苏义笑了笑 道 就当游山玩水了 甚便 也去太乙道门看一看 他话说得随意 孟长云心中却猛的一哆嗦 掀起惊涛骇浪 灌主大人这是要对太乙道门开刀 出乎苏义意调 计划赶不上变化 半个月后 在经过一片冥幻明罗星海的星空地带时 苏义呼地从偏周上起身 他听到了一缕奇异的钟声 遥遥从明罗星海深处传出 若隐若现 既不可闻 那座当铺怎会出现在此地 苏义一正 那钟声 他很熟悉 根本不会认错 分明是从诸天当铺中传出来 公子 您莫非察觉到什么了 孟长云眼眸微眠 低声问寻 明罗星海 星空深处赫赫有名的一片混乱黑暗地带 此地堪比一方星际般广袤 妖魔横行 道抠肆虐 动荡不安 这里秩序斑快 如若血腥炼狱 别说一般的修士 就是来自顶级大势力中的强者 都对此的忌惮成成 轻易不敢进入 而据孟长云所了解 过往漫长岁月中 步伐一些既亡境人物 都栽在了这明罗星海 老孟 去那个方向 苏义没有解释什么 抬手一指终生传出的地方 那里 位于明罗星海深处 无碍重重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244章 青魔鸟 前方户外重重 许多星辰忽明忽灭 像一只只在幽暗中 睁开的眼睛 一夜偏周飞顿其中 苏义驻族船头 拎着酒壶畅演 前世身为人间观观主时 他也曾来过明罗星海 倒并非为了探寻机缘 而是在明罗星海深处 有着一个通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神幻天国 乃是星空七大禁区之一 传闻中 那是一座从天界遗落的国度 也有传闻说 那是一座在太古最初时 由魔神修建的七身之地 时如今 也没有人知道 那所谓的神幻天国 究竟是什么样子 原因就是 这一处堪称不可知的禁地 只存在于传说中 至今还不曾有人真正进入过 当年 观主已经找到了 前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可遗憾的是 那一处入口被禁忌力量隔绝 充斥恐怖的时空潮汐力量 让他也只能就此止步 没能一睹神幻天国的真容 两位道友 老朽这乡游里了 末地远处外中 出现一个慈眉善目的白袍老者 他笑着剑里 声音弯和道 这附近区域 乃是我家主上所掌控的地盘 若要从此间经过 不等说完 苏义已打断道 要收买路前 白袍老者赞许地看了苏义一眼 道 道友果然是个明白人 那老朽就不废话了 我家主上做事一向讲究公平 两位只需拿出身上一半的宝物便可 梦常云念无表情道 若我们不交呢 白袍老者笑容满面 道 我家主上掌控的区域 纵横三万里 囊括三个世界未面 挥下强者数以万计 两位若想图个心安 还是配合一些为好 他声音刚落下 远处无矮深处 浮现出许许多多身影 一个个如若凶神恶煞 杀其滔天 白袍老者笑呵呵拱手 还请两位道友行善 行善 梦常云差点笑出来 这老混账 打劫就打劫 还说这些文绸绸的屁话 着实可笑 不过 孟常云也清楚 四眼前这种情况 在明罗星海很常见 这片混乱动荡的黑暗之地 妖魔横行 道哭肆虐 根本就没有任何规矩和秩序可言 此地乌烟瘴气 各位幽面目猙獰 一看就不是好人 苏一笑起来 以我看 杀了你们便是行善 盛造欺击浮屠 远处 白袍老者脸上 雌和的笑容不见 眸子深处涌起嗜血般的光泽 道 敬酒不吃吃法酒 吃 苏一指点一挑 一朵神圣绚烂的佛火 莲花凭空一闪 落在白袍老者身上 哼 佛火汹汹 轰然爆发 直接把白袍老者躯体点燃 不 奇力惊恐的惨叫响起 砰的一声 白袍老者化作一头足有十多丈长的巨型猪腰 浑身血光弥漫 煞物争腾 气息兄弟滔天 可在那耀眼的佛火的未能覆盖下 血烧得他皮开肉绽 浑身千疮百孔 惨叫声和杀猪似的 几个眨眼间 这头十多丈长的猪腰就化作灰烬消散 远处那许许多多宛如凶神恶杀般的身影 皆惊出一身冷汗 第一时间就逃了 溃不成军 孟长云不禁惊灭道 一群无核之众 走吧 苏义道 接下来的路途上 倒是风平浪静 可孟长云敏锐注意到 暗中有着许多人在跟着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 公子 看来我们已经惊动了这片地带的一个黑恶势力 孟长云轻声道 黑恶势力 苏义不禁审笑 一些只敢混迹在明罗星海的邪魔外道罢了 正字说着 远处呼地响起一道闷雷般的粗犷声音 就是你们两个杀了本座的使者 虚空乱颤 煞物汹涌 一座足有千丈高的白骨大山从远处横移而来 白骨大山四周 汇聚着数以万计的要求 声势浩大 铺天盖地 白骨大山之巅 一个高大威猛的光头男子 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宝座上 他眸子成碧绿色 肌肉囚结 脖子上戴着一串白骨骷髅组成的项链 浑身血光弥漫 凶恶气息滔天 一个见王静大腰 梦长云惊讶 无疑 那高高坐在白骨大山上的光头男子 就是刚才那白袍老者口中的主上 也就是这片地带的首领 严格而言 是一头青螺鸟 苏一随口道 这边毛主圣出现的道也及时 接下来的路途上 可充当坐骑 足合震慑一部分萧小 不至于再让那些不开眼的角色 凑上前找麻烦 一边说着 苏一身影从偏周上掠起 朝远出那座白骨大山靠近过去 找死 一阵大喝响起 一群如潮水般的妖羞冲出 对苏一出手 苏一都懒得看一眼 直接无视 轰隆 那些攻击 看似恐怖 可还不等靠近苏一 就崩散如烟 而苏一 以轻飘飘来到那座白骨大山之巅 宝座上 光头大汉豁然起身 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他惊一道 你是 不等说完 苏一抬手一巴掌 打在光头大汉脑袋上 哼 光头大汉一屁股蹲坐在那 眼冒金星 脑袋嗡嗡坐下 整个人傻眼 这 这是哪里来的喊人 须知 他作为一件王静大妖 在这明罗星海中 虽谈不上全是滔天 但也是数得上号的绝世妖王 可现在 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 一言不合就对他出手了 白骨大山附近 也一片死寂 那数以万计的妖羞 接木凳口袋 煮上他 就这样被一巴掌拍在那了 接下来 给我充当坐骑 老实配合的话 便饶你一命 苏一随口道 充当坐骑 光头大汉满面战红 满腔羞愤 自他足界王静至今 谁人敢这般羞辱和诋毁他 本座堂堂见王 你却这般侮辱本座 光头大汉面露狠义 正打算撂狠话 怕 苏义一巴掌抽在他那 正亮的脑门上 答应 或者拒绝 自己选一个 光头大汉被打懵了 在这明罗星海 从来都是他去欺负和要挟别人 何曾被人这般要挟过 可当被苏义的目光盯着 光头大汉顿时如坠冰枯 浑身发毛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窒息压力 他敢肯定 若自己拒绝 必死无疑 大人息怒 扑同一声 光头大汉跪在那 以头枪地 展身大交道 能为大人充当做旗 是晓得八辈子 修不来的福气 全肠杀眼 那数以万计的 妖羞都凌乱了 一向凶横无忌 敢藐视一切的主上 怎么就归得这么利索 你这番话说的 倒也不错 苏义说着 脚下一踏 哄 白骨大山轰然崩碎 附近区域中 那树木庞大密密麻麻的妖羞 皆如纸壶斑炸开 灰飞烟孽 光头大汗精的脑门直冒冷汗 他哪还敢迟疑 身影一晃 数而化作一只躯体足有百丈长的青色雄星 双翅若垂天之云 缭绕着耀眼的血色光叶 正是青魔鸟 一种在星空深处 堪称大凶的妖物 一口能把八百里山河吞进肚子 大人 青 光头大汗所化的青魔鸟公声道 当即 苏义和孟长云一起 乘坐在了青魔鸟背上 朝前行去 一路上 果然再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哪怕遇到一些不开眼的邪魔外道 当看到青魔鸟都沦为坐骑时 转身就溜了 根本不敢停留 路上 苏义又一次听到了当铺扣心中发出的那种独特的钟声 而这样的钟声 无论是孟长云 还是青魔鸟 根本就听不到 可出乎苏义意料 路上青魔鸟呼得道 大人 你莫非在寻找那座神秘的当铺 你也知道这座当铺 苏义亚然 大概是四百年前 那座当铺出现在了明罗星海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 明罗星海中的那些老怪物 陆续成为了那座当铺的客人 并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 青魔鸟飞快道 这件事 只有见王静以上的角色才知晓 遗憾的是 晓得修为不够 至今没能有机会进入那座当铺 声音中带着遗憾 修为不够 苏义眉头微挑 什么时候 朱天当铺选择个人的条件变了 须知 以前朱天当铺遨游朱天各界 只接待有缘者 青魔鸟解释道 不瞒大人 那座当铺只接待同寿镜之上的界王 苏义愈发惊讶 很久以前 他就知道朱天当铺来历神秘 极为不凡 并且 那个女疯子般的当铺老板 也是一个来历蹊跷的角色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一宝 向寇心中 财良称 杜星算盘着三件当铺的镇垫之宝 每一件都堪称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神物 哪怕苏义用灌主的阅历来看 这朱天当铺的一切都很不简单 毕竟一座当铺而已 却能穿梭空间界域之间 遨有朱天世界 本就很不可思议 可他还是没想到 当这座当铺出现在这名罗星海时 竟只招待归一境界王 当初 老超凤曾说 那女疯子早在四百年前的时候 离开了大黄天下 前往了星空深处 说是要和狱祖做买卖 可现在 朱天当铺怎会又出现在了这名罗星海 一个个疑问涌上苏义心头 勾起了她的好奇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245章老妖物分支 寻着终生传出的方向 青魔鸟载着苏义和梦长云朝远处掠去 展插时间后 远处星空中 涌现出浓浓的雾矮 如黑色的幕布 遮蔽那片地带 大人 前方是老囚龙的地盘 那老东西冷血残酷 不经允许 任何人闯入 必被齐生淡血肉 吞吃神魂 青魔鸟总然一惊 在不远处顿足 老囚龙 自封长河天君 在明罗星海这片混乱星空中 是最顶尖的霸主之一 这囚龙修行漫长岁月 拥有归一径道横 曾多次生慈同径的对手 冷哭霸道之极 他所盘踞之地 俨然就是一方禁地 了解了老囚龙的底细 苏义不以为一道 一条丘野而已 你只需前行便可 青魔鸟一呆 这年轻人究竟是谁 竟连归一径老妖物 都不放在眼中 他不敢迟疑 硬着头皮 阵之略向远处乌坏中 哗啦 浓稠的乌坏如潮水般分开 又前行足有上千里之遥 远处乌坏中 呼得出现一座雄浑大山 足有万丈高 横沉在那 自能撑起一方星空 那 那是天河神山 老囚龙的老巢 青魔鸟坛的开口 明显无比畏惧 与此同时 苏义则遥遥看到 在那天河神山之前 一座烛楼 矗立在乌矮弥漫的夜幕中 烛楼只有二层 只在大门屋檐前 挂着一盏孤零零的灯笼 灯火焘黄 洒下的光影 却充满温序的味道 天地皆暗 一灯长明 而在竹楼大门上 挂着一个牌匾 旗上写着两个大字 当铺 在那一盏菊黄灯笼照耀下 这两个字忽鸣忽灭 平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你可以走了 苏义从青魔鸟背上走下 多谢大人不杀之恩 青魔鸟长松一口气 转瞬间化作光头男子的形象 朝苏义攻身行礼 而后这才匆匆离开 苏义和孟长云镜自朝远处的天河神山行去 公子 那家伙并未真正离开 似是在观望 打算看我们的热闹 孟长云呼地说道 无需理会 苏义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 事实上 那光头男子的确不曾离开 躲在远处的雾矮深处 看着苏义和孟长云渐行渐远 过往那些年 老丘龙最喜欢的 就是猎杀人族修士 你们就这般送上门 和自投罗网有何区别 光头男子眸光闪烁 我倒要看看 你们究竟能否活着离开天河神山 呼地 他心中生出压抑危险之感 下意识缩了缩脑袋 而后就看到 远处外中 掠出一个古兽林寻的身影 他一身白色麻衣 头戴高冠 手拎碧绿灯笼 如鬼魂式的 无声无息地飘向远处的天河神山 光头男子倒吸凉气 手脚发凉 柳香明君 一个早在很久以前 就盘踞在明罗星海中的顶尖级霸主 传闻其每天都要稀释上千条神魂 乃是鬼秀一脉活化时级的存在 还不等光头男子反应 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响起 远处外中 一只仪仗队伍出现 走在最前边的两个腰修 一个吹法罗 一个雷发鼓 奏出宛如金隔铁马般的战阵乐曲 后方则是八个美丽的侍女 一起抬着的血红轿子 这样的一支队伍在乌外中出现 显得尤为诡异射人 三眼老魔的手下 光头男子头皮发麻 认出那血红轿子中坐着的 定然是三眼老魔 那是一只老蛤蟆 本体是上古一种被山蝉 而在明罗星海 皆称呼其为三眼老魔 是一位地位和身份 不逊色柳香明君和老裘龙的恐怖存在 今晚这是怎么了 两位老怪物都出现了 光头男子心颤 他呼地想起了之前见过的那两个人类修士 当即抬眼望去 却发现早已没了对方的踪迹 他们肯定也是察觉到不妙 躲起来了 光头男子按道 刚想到这 他肩膀上呼地被人拍了一下 躯体猛地一将 眼角于光处 看到了一只纤细晶莹的御守 小兔子 你怎的跑这里来了 不怕被老蛆龙吃了吗 一道软弱温柔的女子声音响起 光秃男子毛骨悚然 背脊直冒寒气 根本不敢乱动 结结巴巴道 我 我 行了 无需跟我解释 那柔弱的声音再次响起 细声细语道 你可要当心一些 老蛆龙脾气不好 不像我 从不吃腰泪 声音还在回荡 搭在光头男子肩膀上的御守消失 而在光头男子前方 凭空出现一道漫妙窈窈的倩影 一袭黑色群肠 如不经思垂落妖际 他手撑一把血散 渐行渐远 光头男子金捆否定 经不住擦了擦冷汗 面旁都早已变得惨白 没有血色 他的确被吓到了 那手窝血散 身着黑色群肠的女子 乃是明罗星海最恐怖的角色之一 称好图米夫人 她的来历 无人可知 但在过往漫长岁月中 她的强大 残忍 冷血 足以让明罗星海中那些最凶狂的恶徒坛而色变 闻风丧胆 据传 她喜欢采集不同修饰的血水来酿酒 她居住的洞天伏地中 有着一个万丈范围的酒窖 其内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血酒 密密麻麻 甚至还有戒王的血水所酿的酒 这三个老妖物 镜头来了 今晚 怕是有大事要发生啊 光头男子心中难难 同一时间 距离天河深山不远的雾矮中 苏毅和孟长云静静驻足在那 一缕缕玄妙晦色的道光 如若无形的光幕 将两人的身影笼罩其中 这是一门脸心秘术 经由苏毅用玄境法则的奥义施展 完全不于被皈依境层次的角色识破 两人也看到了挑着灯笼独行的柳香明君 带着一只仪仗对我出现的三眼老魔 以及纳称着一把血散的图弥夫人 尤其当看到图弥夫人的容貌时 孟长云心中都不禁一寒 那是一张绝美如少女的脸庞 和眼眶空洞洞的 躺出两行血泪 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衣巾上 可她自早已习惯 神色甜静而悠然 只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鬼羞 一个妖羞 当苏毅看到图弥夫人时 也正了正 仔细辨认 才判断出来 还有一个失灵 失灵 秀为强大之辈 神魂寄灭 肉身不死 历经漫长岁月的变化 就会化作失灵 不过 这图弥夫人明显不是一般的失灵 除了没有眼睛 躯体近乎完好无损 并且 齐修威也极端强大 乃是归一境中期 此地还真是乌烟瘴气 群魔乱舞 苏毅清雨 在他注视下 那三个老妖物抵达天河神山脚下后 皆陆续进入了朱天当铺 优为醒目的是 那一只仪仗队伍中 三眼老魔的形象颇为醒目 化作了一个翩翩美少年 手握玉扇 风流倜傍 稀俄心处 争着一只碧油油的树木 走 我们也去瞧一瞧 苏毅不打算再隐匿踪迹 他实在好奇 朱天当铺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即 他和孟长云一起 朝当铺行去 为一种植物 那两人竟还赶去那座当铺 不怕死骂 极远处雾矮中 光头汉字吃惊 难以置信 当铺内 一张柜台横沉 其上摆着一副算盘 一盏青铜灯 一杆秤 柜台后方 则陈列着一座堆满 物品的货架 铜灯如豆 光影暗淡 让档铺其他地方也笼罩在灰暗的阴影中 一个身着龙袍 相貌威严的老者 立在柜台后方 当柳香明君 三眼老摸和图米夫人陆续走进来 龙袍老者微微一笑 道 各位这次又搜集到多少空气神经 身影枯瘦 身着白色麻衣 头戴高官的柳香明君第一个走到柜台前 拿出一个储物宝贝 轻轻一倒 一堆核桃大小的空气神经滚落而出 此物璀璨经营 宛如透明 其内涌动着学傲莫测的空间力量 共计三十八颗 还请天和兄过目 柳香明君微微拱手道 那龙袍老者正是长河天君 亦都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囚龙 小家伙 该你了 龙袍老者抬手敲了敲财良秤 财良秤微颤 摇晃了一下秤坨 那一堆空气神经顿时飞入秤盘内 而后 另一侧的杜星算盘 噼里啪啦响起来 很快 有关这一堆空气神经的价值 就浮现在杜星算盘上 老嘲讽 该你了 龙袍老者扭头 看向当铺角落出的阴影中 那里蹲坐着一个冒蝶老者 面容苦口悟悄悴 眼窝都凹陷下去 正是老嘲讽 闻言 他抬眼看了看的龙袍老者 毛子中毫不掩饰厌憎憎恨意 但最终 他忍住了 默默起身 从货架上取出三个青铜盒 放在了柜台上 而后 一鱼不发返回角落处 龙袍老者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他目光重新看向柳香明君 道 道友 这三个青铜盒内 各有一件宝物 分别是一块火融凤嘴 一片滇香不浑叶 一块星斑神铁 你来选一个吧 闻言 在不远处观望的三眼老摩和图米夫人 都不禁动容 眼神深处泛起一丝湿热 他们已不是第一次前来 可直至现在 依旧无法想象 这诸天当铺那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奇珍异宝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章 本作让他跪着听话 我要天香补魂夜 柳香明君几乎是不假思索便做出决断 龙袍老者笑道 果然如此 若我没看错 道有距离跪一镜后期 已只剩一步之遥 说着 把一个青铜盒递了过去 柳香明君收起青铜盒 道 一步之遥 独亚于登天 说着 他退到了一侧 宛如偏偏美少年的三眼老摩第二个来到柜台前 语气急切道 我要上次见到的那一枚新天道种 不行 柜台上 度星算盘和财粮乘齐齐就出声 直接咀嚼 三眼老摩俊秀如少年的面颊一下子变得难看 他没有理会 目光只看着龙袍老者 龙袍老者笑着问道 空戒神经可凑足了 哗啦 三眼老摩把一堆空戒神经搁在柜台上 道 总计四十九颗 按道兄上次所言 足够换那一颗新天道种了 不行 财粮乘叫道 上次说了不行 这次依旧不行 龙袍老者露出一抹不悦之色 须指敲了一下财粮乘 财粮乘浑身颤抖 乘托 乘杆 乘盘 剧烈摇晃 四遭受雷击斑 发出吃痛的惨叫 杜星酸盘怒叫道 你就是杀了我们 那些天道种 也绝对不能交易 龙袍老者脸色一沉 狠狠一巴掌拍下 嗯 杜星酸盘哗哗作响 痛苦地剧烈摇晃 酸珠都快崩散 在你们主人不曾归来之前 这当铺的一切 本座说了算 龙袍老者冷冷训斥 再敢抗拒 小心本座不按这当铺的规矩办事 杜星酸盘和财粮乘气的浑身哆嗦 敢怒不敢言 龙袍老者笑着看向三眼老魔 道 道友 你也看到了 那一颗仙天道种可宝贵得很 你若想换 必须加价 三眼老魔眉头一皱 最终不情不怨道 我身上只剩下七颗空戒神经 龙袍老者笑道 够了 他扭头看向角落出的老超凤 道 去 把货架上的仙天道种取过来 万万不可 杜星算盘大叫 老超凤 那可是苏大人既存在咱们当铺的宝贝 平苏大人和老板的交情 若弄丢了此物 老板非把我们拆了不可 财良乘也很焦急 龙袍老者探出双手 分别安在杜星算盘和财良乘上 顿时 两者发出痛不欲生的惨叫 而龙袍老者笑着看向老超凤 快 该你了 老超凤缓缓缓从地上起身 一字一顿道 老秋尹 老子忍你很久了 来 有种救杀了我 他神色艰寒 明显豁出去 龙袍老指一正 三眼老摸则脸色阴沉 抬手指着老超凤 老东西 再不配合 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不远处 柳湘明君和图米夫人 皆悠哉悠哉地看热闹 老超凤好样的 早该如此了 他大爷的 老子早受够了这窝囊气 杜兴酸盘罕见的破口大骂 是极是极 财良秤也叫起来 这一切让龙袍老者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来 他长指发力 杜兴酸盘和财良秤顿时惨叫 老超凤不为所动 眼眸冰冷地看着龙袍老者 喝 一刻先天到中而已 竟让你们不惜违逆本座的命令 龙袍老者语气森然 目光一转 看向另一侧 小家伙 你那 是否同意这一桩交易 那里有着一口古朴的道中 此刻传出一缕清脆冰冷的声音 不同意 置地有声 龙袍老者顿感颜面无光 面颊也铁青许多 道兄 这些年我一直不明白 为何你非要按照这当铺的规矩做事 把这些不听话的家伙灭了 不是更好 刘湘明君慢条死里道 龙袍老者没有理会 他沉默片刻 道 规矩就是规矩 我曾答应不破坏 自然不能食言 此话一出 其他三位老妖物接一正 却见龙袍老者笑了笑 不过交易还是要进行的 说着他走到老嘲讽身前 一把钻住去驳港 眼神淡漠道 我不会让你死 更不会给你自杀的机会 说着他抓住老嘲讽右手 朝货架出走去 你不想取货 我只能用一下你的手 亲自取货了 老嘲讽剧烈挣扎 可却无济于事 他面颊铁青 目自欲裂 道 老邱尹 带我家老板回来时 必将你抽筋扒皮 挫骨扬灰 龙袍老者不以为意地笑了起来 道 你家老板已经消失三百多年 虽然他还活着 可在本座看来 他此生此事 休想脱困 说着 他抓住老嘲讽的手 从货架上取出一个青铜盒 而后直接把老嘲讽扔了出去 自己拿着青铜盒 返回柜台前 他笑着对三眼老摸道 道友 交出剩下的七颗空界神经 这盒子内的先天道种就是你的 三眼老摸面露喜色 道好 度星算盘 财良秤 扣心中起起大叫 吵起来要阻止 可龙袍老者拂袖之间 便将他们一一镇压 动弹不得 老嘲讽面容争吟 疯狂般冲上来 老子和你拼了 哼 龙袍老者一脚 把老嘲讽踹飞出去 狠狠砸在墙壁上 唇中可血 见此 图米夫人和柳香明君皆笑了笑 当作一个笑话看待 三眼老摸子 拿出剩下的七颗空界神经 逼了过去 道兄 请收好 多谢 龙袍老者笑着汗手 三眼老摸抬手去 走了那青铜河 老板若知道 我们没能守住苏大人的宝物 也不知会多愤怒和伤心 度星算盘苦涩出声 你们说的苏大人究竟是谁 龙袍老者饶有兴趣道 度星算盘一字一顿道 是你这辈子都比肩不了的人 龙袍老者不禁一声大笑 道本作可不是下大的 管他什么苏大人 他若敢来此地 本作让他跪着听话 柳香明君 三眼老摩 图米夫人也都笑起来 这鸣罗星海 乃是他们的地盘 搁在这星空深处 纵使那些顶级道统的修士 都不敢轻易前来 目睹这一幕 老嘲讽和那些新天灵雾皆愤怒难当 忽地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 一只小蚯蚓 竟然震战雀巢 长觉到这等地步 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气氛猛的寂静 众人目光都看向当铺大门处 就见一个身着青袍 细致出尘的男子覆手于背 施施然走了进来 在齐身后 还跟着一个迪梅连墓地老扑 正是苏义和孟长云 两个人类修士 柳香明君 三眼老摸他们皆惊讶 这可是老囚龙的地盘 在明罗星海中宛如禁地 不经他的允许 连他们这些老妖巫 都不敢越雷迟一步 可现在 却有两个人类修士登门 谁能不敢到意外 并且听语气 竟还是老囚龙围蚯蚓 狂得不得了 龙袍老者皱了皱眉 但褐色的眼眸神王涌动 上下打量苏义和孟长云 还不等他反应 杜星酸盘就以激动尖叫起来 苏大人来了 当不就有救了 财良秤也跟着狂行地喊 苏大人来了 青天就有了 后心争欢喜地摇摇晃晃 四手五足倒 角落处 神色惨淡的老巢缝 豁然其身 满脸尽是惊喜 打破脑袋 他也没想到 苏义会出现在此地 实在太不可思议 须知这里不是大荒 不是幽冥界 而是星空深处大雄之地 明罗星海 是归一境界王老囚龙的地盘 难道说苏大人已在轮回中觉醒 灯临界王之境 一定是这样 否则那可能有能耐横穿明罗星海 进入老囚龙的地盘 老嘲讽内心激动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苏大人 那些老妖物接近 可旋即 他们眼神就变得玩味起来 苏大人 一个二十余岁的小小后生 却被你们视作大人尊敬 还欣喜若狂 哈哈 三眼老摸经不住抱着肚子狂笑 别笑得这么过分 我可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人类修饰出现在长河道兄的的盘上了 柳香明君轻语 不过 这位苏大人 的确太年轻了一些 像只主动送上门的小羔羊似的 图米夫人空洞的眼眶冷悠悠看向苏义 声音柔诺甜润 道 你们收敛一些 别吓坏了这位小友 冷袍老者敲了敲柜台 笑道 图米说得不错 来了就是当铺的客人 自当好生招待 顿了顿 他淡褐色的瞳孔看向苏义 慢调思理道 当然 本座之前说了 若他们口中的苏大人赶来 就让其跪着听话 说着 他抬手一指苏义脚下 惹 你先跪在那 其他老妖物揭露出戏谑之色 老嘲讽愤怒 这无疑是在诋毁苏大人的尊严 孟长云眼神冰朗 这小蚯蚓 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苏义神似甜淡 眸光意义从那些老妖物身上扫过 最终看向那龙袍老者 被苏义目光盯到之一瞬 龙袍老者眉头一皱 心生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感觉 他冷哼一声 正欲说什么 苏义呼地笑起来 道老嘲讽 姑且委屈你一阵 待我弄清楚状况 再帮你把这小蚯蚓抽筋扒皮 挫骨扬灰 说着 他右手抬起 隔空一抓 跪台后方 龙袍老者国耿被牢牢钻住 如小鸡似的被拎了起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247章 善意的暗杀 龙袍老者躯体一将 脸色顿变 他春中发出晦色道音 轴身气血澎湃奔涌 全力挣扎 就如困龙游斗 凶性无边 他是囚龙 天赋一柄 道横雄厚恐怖 便是同镜的对手 在自他奋力一搏之下 非死即伤 可下一刻 他一身力量就被压制 咽喉剧痛 脸颊都憋得战红 额头青筋爆战 快要窒息 别说挣扎 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哼 众人眼前一花 龙袍老者就跪在了 苏伊身前地上 地面震颤 整座档铺都猛地一晃 柳香明君 三眼老魔 图米夫人三位老妖物 脸上的笑容凝固 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翻掌之间 镇压老丘龙 一股说不出的惊悚感觉 涌上三位老妖物全身 他们齐齐色变 一时到看走眼了 这看似人畜无害的少年 实则是一个极端恐怖的人类修士 好夜 财良秤 杜心算盘 寇心中奇奇欢呼 激动叫出声 老嘲讽不禁震汗 数年前 他们在幽冥界紫罗城外和苏伊相见时 苏伊都还不曾踏足黄境 可现在 却抬手间而已 就把归一径层次的老囚龙镇压 前后相比 判若两人 地上 龙袍老者劈头散发 羞愤欲死 之前 他还漫不经心提出 要让苏伊跪着听话 可现在 他自己则被镇压跪在那了 他疯狂挣扎 师徒起身 可却根本无法动弹丝毫 就像被神山压在身上 连头颅都抬不起来 这让他惊骇 浑身发毛 彻底意识到不妙 大喝道 各位道友 快快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其他三个老妖物对视一眼 却迟疑了 连老丘龙都不堪一击 更何况是他们 柳香明君深呼吸一口气 满脸惭愧道 之前 师在下有眼无珠 无意间冒犯阁下尊威 还请阁下体谅 说着 他抱权见礼 柳香老鬼 你 老丘龙气急败坏 可接下来 就见图米夫人脸眉低头 道 我们仅仅只是前来做交易的客人 从不曾掺和这档铺的事情 还请前辈海寒 俺也一样 三眼老摩慌忙开口 这一幕 看得老嘲讽心绪起伏 这些称霸名罗星海的老妖物 何等跋扈嚣张 一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茶子 可现在 一个个直接低头了 龙袍老者则心寒 满脸铁青 这些狗约的老东西 果然最是靠不住 一个比一个擅长见风使多 苏义没有理会这些老妖物 他目光看向老嘲讽 以往那些年 这些老家伙从当铺中换走了多少宝物 老嘲讽不假思索到 很多 若苏大人需要 老朽可以列出一个账本给您过目 苏义白首道 不必了 那些老妖物心中皆咯登一生 这是打算和他们算账 刘香明君陈生道 阁下 之前那些年里 我们的确从当铺换走了不少宝物 但老裘龙也收了我们对应的空界神经 我们 话没说完 苏义已打断 似笑非笑道 既不如人识 就讲道理讲公平 实力过人识 就无恶不作 无法无天 为何就不能把人当到底 真是没出息 柳香明君 他脸色难看 毛泽身处隐隐有胸光闪烁 苏义则自顾自道 说句不客气的话 就是把这明罗星喊所有生灵全杀光了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图米夫人低着琴手 道 可下我等都已经服软 并且表达出善意 也请阁下能高抬贵手 可否 苏义笑起来 他右手呼得在身前虚空一按 吃 身前三尺距离的虚空中 一道黑色神王断裂 仔细看 那赫然是一枚七寸长针 纤细若牛毛 犯着妖一世人的气息 此宝之间曾无声息隐匿虚空中 只扎三尺之地 就将冻穿苏义的眉心 砰 咔嚓 几乎同一时间 在苏义头顶上空 一只形似星红眼珠的秘宝爆碎 光雨弥散 而在苏义身后 则有一只雪白的鼓爪炸开 这一切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 随着苏义一按之力 那纤细的长针 如眼珠般的秘宝 以及那只雪白鼓爪 皆轰然爆碎 而在之前 无论是孟长云 还是老嘲讽他们 皆浑然不绝 直至看到这一幕时 都不禁背脊声寒 意识到在刚才的交谈中 一场可怕的沙结 早已奔着苏义而去 无疑是其他三个老妖物出手了 果然 就仅那三个老妖物 奇迹变色 这就是你们的善意 苏义与其透着激访 哄 柳相明君挥动 手中提着的灯笼 一团碧碧的神火略出 如一条碧绿长河般 笼罩向苏义 而他的身影 则化作一缕青烟 凭空消失原地 三眼老魔大吼一声 掌口吐出一方倒印 形似缩小无数倍的神山 狠狠潮肃肃一阵压 图密夫人则撑开一把血散 横空一扫 哄 星红的血光法则涌现 化作血和炼狱 而这一击 则执本老嘲讽 和杜星算盘他们而去 三位龟一镜大妖 不只斗战经验丰富 且配合默契 联手之下 让整座当铺都剧烈颤抖起来 贵妇在地的老丘龙 毛子中泛起一丝亢奋 这些狗约的老东西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就在这一场 老丘龙呼得愣住 在他视野中 当铺中的一切都猛地陷入一种 诡异的静止状态 就好像一幅定格的画卷 画卷中 甚至映现出凭空消失的柳香明君 他手握着一柄白骨短刀 出现在苏宜一侧 坐视欲刺 可却像被定住般 保持这个动作 一动不动 老囚龙骇然 这是何等秘法 这 老嘲讽也瞠目结舌 这一幕 让他都有一种 天地陷入静止的错觉 苏大人 这是定身数码 杜星算盘禁不住问 苏义笑着摇头 这是一种大道法则 说话时 他从柳香明君手中 夺过那一柄白骨短刀 随手插进了柳香明君脖梗 扑 柳香明君眼眸猛的 瞪的滚圆 旋即 他躯体轰的燃烧 眨眼间化作灰烬飘洒 这一幕 刺激的老丘龙 亡魂大冒 而另一侧的三眼 老魔和图米夫人 都以惊骇欲绝 眼神写满恐惧 他们就像 粘在猪网上的虫子 一身力量被禁锢 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只能眼睁睁看着 坐以待毙 这滋味 刺激的他们都快要崩溃 苏毅折身来到三眼老魔身前 从其身上去走那一个 装着仙天道肿的青铜河 轻语道 一只癞蛤蟆 还敢妄图占有 我寄存此地的宝物 想得挺美吗 他抬手一拍 嗯 宛如俊秀少年般的三眼老魔 躯体炸开 魂飞魄散 而后 苏毅目光看向图弥夫人 这一瞬 图弥夫人脸上写满绝望和无助 她是图张嘴求饶 可却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 成王败寇 无需多言 苏毅笑了笑 抬手一指 图弥夫人 就此毕命 那轻描淡写的杀戮景象 让老嘲讽都震撼失神 如今的苏大人 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孟长云则见怪不怪 前不久在自消星界的时候 他已见识过苏毅坦旨之间 灭杀杀归以境界王的风采 对此自然不感到意外 小丘尹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苏毅转身 俯视着跪在那的老囚龙 这一刻 这位自封长河天君的老囚龙 却显得很镇定 道不得不承认 本座的确看走眼了 被镇压在地 道也罪有应得 他缓缓抬头 看向苏毅 神色淡漠道 不过 我劝阁下最好就此职守 否则 必将引来明天大祸 苏毅眉头微挑 孟长云冷哼一声 上前一巴掌抽在老囚龙脸上 死到临头 还敢醉硬 找死 耳光声翠响 打得老囚龙脸颊都红肿躺血 他却笑了笑 语气淡漠道 些许羞辱而已 本座可不在乎 这时候 老嘲讽连忙道 苏大人 这老囚龙杀不得 这是何意 苏毅顿感意外 老嘲讽神色复杂 会探道 此事牵扯到我家主人的性命 苏毅眼眸微宁 他沉默片刻 随手拎出躺椅 坐在其中 道 说来听听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248章 揭秘青铜箱 铜灯如豆 灯影斑驳 档铺内 苏毅勇懒地坐在唐椅中 渡星酸盘 辟颠辟颠 取出一壶酒 寇心中 准备了两碟可口的零食 财粮乘寄出乘盘 充当小桌子 在这酒水和零食 乖巧地盛在了苏毅身旁 那殷勤的姿态 让孟长云都不禁大开眼界 这些小家伙 竟也知道讨好贯主大人 老超凤端立在旁边 轻声解释起来 三百多年前 当铺老板带着当铺 横移星空来到了这明罗星海 说是要探寻那只存在于 传闻中的神幻天国 取走一件宝贝 而在抵达明罗星海不久 当铺老板便独自离开 直至一个月后 老球龙忽然出现在当铺外 带来一封信件 信件内是当铺老板的一缕意志力量 他告诉老超凤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要和一个名叫系法师的家伙斗法 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就会归来 同时当铺老板说 那老球龙乃是系法师的奴仆 按照当铺老板和系法师的约定 老球龙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帮忙照看猪天当铺 这一晃就过去了三百多年 当铺老板却一直咬无音讯 直至如今 而原本帮忙照看当铺的老球龙 却在百年前的时候忽然翻脸 直接插手当铺的交易 并把老嘲讽 杜星算盘他们当作下人来使唤 谈起此事 老嘲讽不禁愤慨 指着跪在那的老球龙 痛心疾首道 就是这老东西 在这近百年中 凿踏了当铺不知多少奇珍异宝 行径之卑劣 令人发指 老丘龙神色平静淡漠 不曾反驳 苏义饮了一口酒 道 别动怒 待会我自会帮你抽口气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老嘲讽 被气成这样 老嘲讽深呼吸一口气 按那种内心的怒火 道 苏大人 老朽之所以阻止您杀这老球龙 就是因为他乃是西法师的奴仆 轻易杀不得 苏义沉吟道 西法师究竟是何方神圣 如今又在哪里 老嘲讽道 我家主人藏眼 那些法师就藏身在身幻天国内 疑似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强者 苏义不禁惊讶 传说中的神幻天国 被视作星空深处的七大禁地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几乎不曾听说 有谁真正进入其中 可现在 疑似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强者 却葬于其中 这任谁能不知惊 跪在地上的老球龙呼的抬头 眼神狂热道 错 我家大人乃是真正的先知后裔 先知后裔 苏义眉头微挑 道 何以见得 老球龙傲然道 因为我家大人身上 流淌着仙的血脉 执掌着真正的仙术 若非被困神幻天国 以我家大人的手段 足可凌降星空各界之上 让局势颤抖 听到这 孟长云都不经动容 仙人厚意 线术 难道 世上真的有仙 苏义却一声审笑 轻声自语 天上若有仙神 见我也须尽低眉 这是灌主很久以前 曾说的一番话 而拥有灌主的阅历 让苏义很清楚 放眼整个东旋域星空各界 根本没有仙人 坏而言 世间无仙 若有 也注定不在灯旋域 而如今 一个被称作戏法师的家伙 却以先知后裔自居 很有可能是个老骗子 当然 退一万步说 哪怕对方是先知后裔 可不也被困在神幻天国内 至今无法脱困 苏义看向老嘲讽 道 这些年来 您一直等待在此 如何判断你家主人还活着 扣心争忽地道 苏大人 您可还记得 当初在苍京大陆时 您曾从当铺取走一只纸鹤 苏义一正 微微汗手 他掌心翻开 一只纸鹤浮现而出 他通体弹银色 眼眸似一对精 银剔透的血钻 头颅低垂 铃绘在书里 铃鱼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而在纸鹤背上 则托着一口 紧紧米粒大小的青铜箱子 此物 正是当初在苍京大陆 苏义觉醒前世纪之后 第一次进入当铺的时候 所获得 他还清楚记得 当时 那米粒大小的青铜箱上 还封印着一张 来自当铺老板的纸条 上边写着 苏老贼 替我保管好这口箱子 倘若你有一天 遇到性命之忧 就开启这口箱子 我知道你肯定不听确 很想知道那箱子中是什么 但这次给我个面子 千万别这么做 行不行 当时看到这番话 苏义根本没当回事 也从没放在心上 只当这纸盒背上的青铜箱内 是那女疯子 所留的一件杀手锏宝物 到如今也不曾派上用场 以至于 若非寇心中此刻提起 他差点就把这只纸盒给忘了 这纸盒难道 和你主人的生死有关 苏义挑眉道 这只纸盒的确很不凡 用星魂丝 玄魔血经等天才地 宝炼制而成 极尽奢华 可也仅仅如此 苏大人有所不知 老嘲讽干渴一声 道 这只只和谈不上什么 只和背上的青铜箱 则大有讲究 其内封印着我家主人的一股 性灵本源 只要这青铜箱在 我家主人就是遭难而亡 凭借这一股性灵本源 也可以正活过来 苏义眉头皱起 如此重要的东西 为何你们当初不曾告诉我 老嘲讽低着头 善善道 这是我家主人的命令 主人曾说 苏大人这等人物 绝不可能遭难 把这青铜箱交由苏大人保管 他也根本不担心会遗失 苏义唇角抽搐 合着自己是被那女疯子利用了 寇心中连忙解释道 苏大人 事实上那青铜箱的确可称作是主人留给您的杀手锏 您只需揭开封印 其中蕴藏的力量 足可轻易灭杀界王 苏义邓荣 心生波澜 身为玄军建主时 他曾不止一次和当铺老板打交道 很清楚那美丽到过分 但性情却极为暴躁的女人 手中有着许许多多神秘不可知的宝物 他就仿似一个神秘的宝藏般 随时都能拿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古怪宝物出来 像当铺中的寇心中度心算盘财良成 便堪称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先天神物 而这啊 仅仅只是那封女人所收藏的宝物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可苏义还是没想到 这女人当初赠予自己的纸贺上 竟有着足以灭杀界王的力量 苏义目光一扫老嘲讽和那三个小家伙 道 从一开始 你们就配合着你们主人对我隐瞒了许多真相 对否 苏大人 我们绝没有恶意 说起来 其实 这都是主人命令我们这么做的 苏大人 您可千万别生气 老嘲讽他们都急忙解释起来 苏义白手道 行了 以后见到你家主人 我自会好好跟他聊一聊 老嘲讽他们顿时都松了口气 苏义收起纸贺 若有所思道 也就是说 如今连你们也不清楚 你们主人如今是生是死 老嘲讽叹息道 正是 顿了顿 他看着老囚龙 道 不过 我们都预感到 主人应该还活着 否则 这老东西恐怕早已霸占这座当铺 根本不可能留我们到现在 苏义也看向老囚龙 道 当铺主人是否还活着 老囚龙冷冷道 我活着 兴许你们还能得到答案 我若死了 你们注定什么也得不到 并且 还会被我家大人第一时间知道 那样的后果 你们注定承受不住 苏义我 勒一声 探手一抓 哼 光艳蒸腾中 老囚龙呼得缩小无数倍 并且显露出原形 化作一条持许长的囚龙 头身独角 周身覆盖墨色龙林 四爪成银色 活林活现 和此时 老囚龙思欲感到不妙 惊叫道 你要做什么 苏义淡然道 抽筋扒皮 错骨扬灰 顺便让你家大人知道 你已经死了 老囚龙 他登师几眼 在无法淡定 嘶吼连连 可苏义根本不搭理他 很快 就将其一身龙鳞皮肉扒下来 而后开始抽筋 在此期间 孟长云都看得一阵心寒 这可是一位归一镜囚龙 天赋一柄 底蕴和实力远超人类修饰 可现在 却被抽筋扒皮 那血淋淋的一幕 任谁看到怕都无法淡定 好夜 杜星算盘 才凉秤和寇心中都欢呼起来 感到很痛快 老嘲讽都激动得连连叫好 过往百年间 他们可被这老囚龙奴役惨了 都恨不得生蛋其肉 和饮其血 嗯 最终 苏义长指发力 直接将这头老囚龙 挫骨扬灰 而后 他把龙鳞 龙皮 龙巾收了起来 这些可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神材 价值不可估量 出乎苏义意料 在老囚龙的遗物中 竟让他发现了数以千计的一堆空界神经 这些可都是蕴含空间力量的稀罕宝贝 寥寥一颗 便价值连城 可现在 这些宝物堆积如小山 你们可知道 这小蚯蚓为何要搜集这么多空界神经 苏义不禁问道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莫轩 莫莉 第1249章 不听卷 老囚龙说过 是其主人戏法师命令他这么做的 为的是帮戏法师从神幻天国脱困 老超凤给出了答案 原来如此 苏义想起来 当初身为贯主的他 从探寻到前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可在那入口的地方 充斥着恐怖的时空潮汐力量 动辄和碾碎动于境界王的躯体 正因如此 他当初只能止步 没能一睹神幻天国的真容 可现在他忽然就明白了 老囚龙所搜集的空界神经 分明是要不是一条空间隧道 去接引被困在神幻天国的戏法师 也有可能 是因为那一处入口发生了变化 和我当初所见已经不一样了 苏义按道 如今 距离他当初前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早已过去不知多少岁月 他可不敢确定 那一处入口还和当初一样 又闲聊了片刻 苏义当即决定 再去那神幻天国的入口走一遭 苏大人万万不可 老嘲讽顿时紧张起来 那些法师一丝不属于这个时代 也很可能是先知后裔 连我家主人至今都不曾归来 您若前往 还不知要历经何等凶险的事情 杜星算盘等先天神物也纷纷出声劝阻 苏义见此 不由好奇道 你家主人究竟是什么修为 啊 老嘲讽挠了挠头 道 老朽也不清楚 主人总说 从过去到现在 还没有碰到他打不过的对手 苏义审笑 那他为何在和戏法师的斗法中 至今杳无音信 老嘲讽顿时尴尬 道 这次可能是个例外 苏义拿出那只纸鹤 递给老嘲讽 此物暂且由你来保管 这样一来 我便是万一被困在神幻天国 你主人也不必担心生死之事 苏大人真要前往 老嘲讽吃惊道 好歹和你家主人相识一场 眼见他落难 我岂能袖手旁观 苏义说着 面朝孟长云 你留在此地 等我回来 孟长云领命 他了解苏义的秉性 也清楚自己在这等事情上根本帮不上忙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给苏义添乱 苏大人稍等 老嘲讽转身来到那一处货架前 取出一个青铜盒 苏大人 这青铜盒内 是我家主人所留的一块玉佩 凭借此物 或许能帮您感应到我家主人的气息 老嘲讽打开玉盒 拿出一块泛着非红色光泽的圆形玉佩 双手呈给苏义 苏义拿在手中一看 不禁感慨 你家主人可真是财大气粗 竟用凤火灵狱来炼制玉佩 若让一些借王静老家伙见到 怕是非骂他抱点天物不可 凤火灵狱 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矿石神料 只需在练气时稍稍掺一些 便可淬炼出最上乘的这王级道兵 可现在 巴掌大小的一块凤火灵狱 却被当铺老板练成了一件饰品 同时 苏义的确感应到 这玉佩内有着一股独特的气息 凌冽如刀 霸道无边 正是当铺老板身上独有的气息 在我离开后 就莫要再开门待客了 苏义轻轻敲了一下寇心钟 嗯 寇心钟脆声声答应 苏义笑了笑 覆手于背 静自走出了当铺 莫送他离开 老嘲讽这才把当铺大门关上 这座诸天当铺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没有寇心钟接引 无论是谁 都无法找到当铺 哪怕近在咫尺 也如近花水月 不可靠近 雾矮弥漫 天地一片寂静 这是老囚龙的地盘 如若禁区 我 塌塌 活着出来了 远处的雾矮中 青魔鸟所画的光头 男子眼珠子瞪大 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半个钟前 他曾目睹柳香明君 三眼老魔 图米夫人陆续进入那座当铺 也曾目睹那两个人类 修饰不知死活般跟随着进入其中 青魔鸟本以为 那两个人类修饰必死无疑 可现在那青袍男子却率先出来了 并且毫发无损 图米夫人可最喜欢拿人族修饰的血栏酿酒啊 遇到如此强大的一个人族修饰 怎可能不下手 还有三眼老魔 对人族修饰最是仇恨 见之必杀 可怎会也没有动手 太反常了 光头男子正自惊疑 事业中呼地看到一幕血腥画面 当扑外 本来驻守着一只属于三眼老魔的仪仗队伍 当那青袍男子走出荡铺后 随手一挥 这只仪仗队伍所有要修 齐齐化作飞灰飘散 竟然对三眼老魔的属下下狠手了 光头男子直冒冷汗 这人族修饰不免也太可怕了 光头男子转身就走 他不敢再带下去 站住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可却似经雷般轰得光头男子心神乱颤 他戛然止步 再不敢乱动 旋即 眼前一花 就见那轻袍年轻人已出现在面前 既然你还没离开 就在我去一个地方 苏义吩咐道 光头男子顿时松了口气 陪笑道 能够为大人充当做旗 小得着实受宠若惊 说话时 他身影一晃 已化作一头青魔鸟 大人 请上座 苏义哪会跟他一个扁毛出声客气 镜子大上旗背 拿出藤椅 舒服地躺在旗上 走 青魔鸟在这藤椅中的苏义破空而去 路上 苏义凭借记忆 给青魔鸟指路 而随着时间推移 青魔鸟也渐渐放宽心 独自那般紧张 道 大人 小得冒昧问一句 之前那些老妖物 不等说完 苏义心不在焉道 死了 死了 青魔鸟翅膀颤抖 惊得魂差点冒出来 那三位 无疑不是明罗星海中最顶尖的霸主 可竟然 全死在了 青魔鸟内心战力 惶恐极了 自己背上载着的 该是何等恐怖的一位存在 就这般胡思乱想着 在接下来的路上 青魔鸟显得越发乖顺了 一柱相后 红龙 远处传来 真天动地的轰鸣 肉眼可见 机缘主天地间 流光如铺 从天穷倾斜而下 耀眼夺目 那是时空的力量 磅礴浩荡 让那片天地扭曲 弥散着恐怖的毁灭气息 远远的 青魔鸟都感到胆寒 这是什么鬼地方 那片混迹在明罗星海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如此禁忌的区域 行的 就到这里吧 苏义收起躺椅 身影掠空而起 大人 小的能否离开了 青魔鸟鼓足勇气问道 走吧 苏义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 走 青魔鸟转身就逃 疯狂拍打的双翅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明显是被吓坏了 果然和我当初所见不一样了 很快 苏义来到那一片 时空乱流肆虐的天地 覆手于背 远远眺望 轰隆 汹涌狂暴的时空乱流 像汪洋大海中的潮汐般涌动 也让这片天地处于一种扭曲 紊乱 崩坏般的景象中 依稀可见 在时空潮汐深处 有着一道若隐若现的门户 极为模糊飘渺 那就是进入神幻天国的入口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 这片天地的时空潮汐 明显弱了许多 远远法和当初相比 当初 哪怕仅仅远远立着 就让驻足在最巅峰时的灌柱 感到扑面的致命威胁 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 可现在不同 不只是时空潮汐的力量弱了太多 连那通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都变得稳固和清晰了起来 怪不得那些法师命令 老囚龙收集空界神经 随着时空潮汐的力量变弱 神幻天国的入口 以后迟早会真正和这名 罗星海连在一起 而这 也证实起法师脱困的机会 苏义暗道 思寸时 他已迈步朝前掠去 张指尖 一颗颗空界神经燃烧 迸发出的空间力量 犹如一缕缕神艳般 营绕在苏义周身 这种神妙的空间力量 直接抵消了大部分 事空乱流力量的威胁 年轻人 以你的修为 若硬闯此地 注定凶多吉少 还是就此止步吧 忽地 一道苍老尖色的声音响起 苏义顿时驻足 牛头看向极远处 就见那一片被时空 潮汐冲刷的崩坏的大地上 盘膝坐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枯瘦男子 恐怖的时空乱流四女 时不时会有一片 时空力量冲来 狠狠拍在枯瘦男子身上 达得他机体破损裂开 血肉浇糊 筋骨断裂 可他却纹丝不动 如潘石般坐在那 给人以不可撼动之感 而在没有时空力量奔袭而来时 他身上的伤势则如枯木逢春 很快就愈合 那等一幕 也显得格外震撼人心 借时空潮汐之力来 淬炼肉身和大道 这家伙 勾喊 苏毅眼眸微凝 不禁惊讶 他一眼看出 这哭作不动的寿瘦男子 修为仅仅只在归一境后期层次 可此人身上的意志和气息 却恐怖无边 甚至比一些等语境层次的剑王也不逞多让 这绝对是个高手 这样的剑王境角色 搁在排名前十的星界中 也是第一流的剑王 拥有盖世底蕴和气魄 旋即 苏毅笑了笑 微微汗手道 多谢提醒 他收起目光 镜子前行 而在远处 狐瘦男子眉头皱起 不听劝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250章 随手为之 苏一呼的顿足 要动手 他都也不回问道 极远处那片残破大地上 原本盘膝而坐的枯兽男子 缓缓起身 道 我念你是人族修士 才出声相劝 可你 怎么就不听呢 他身影凭空一闪 突兀间 就出现在苏一步远处 他虚发凌乱 如若青年般的面容冷峻如实 一对谋似犀利的剑锋 涌动着可怕的剑意 仔细看 这枯兽男子驻足在那 就如撑起一方天地的山岳 给人不可撼动之感 更可怕的是 一股凝炼到极致的剑意 如长江大河般在他周身涌动 呈现出周而复始 完完无路的身孕 一般的这王静人物 面对这等对手 刹那间就会被震慑心神 平生绝望之感 苏一眼眸微凝 深深看了此人一眼 道 很不错的剑道造诣 不过 我也劝你一句 别把路走偏了 说着 他迈不上钱 一步之下 虚空猛地沉现 十方周须剧烈震颤 而在苏一身上 有着一道剑意扶摇而起 接天通地 旷达逍遥 而随着苏一脉步 其身上的剑意愈发强盛 让天地乱颤 虚空扭曲 自承受不住那等剑道威能 远处 狐受男子动容 毛子终神王抱勇 道 是我走眼了 没想到阁下 竟是一位强大的剑修 让路 苏一春中轻轻吐出两个字 狐受男子摇头 道 八千年前 我受人点拨 得受剑道秘诀 也答应对方 为他镇守此地 直至其脱困 身为剑修 断不会失言 语气铿锵 谋光坚定 而在他身上 迸发出滔天的剑意 如似女张扬的火焰 焚烧天穷 明耀九霄 轰隆 两人身上的剑道威势 娇乱风云 附近天地之间 尽是肃杀之气 受人之托 苏一若有所思 莫非是那自称先知后裔的戏法师 狐受男子道 不错 苏一止步 问道 数百年前 曾有一个女人进入神幻天国 你可知道 知道 狐受男子眼神罕见地泛起一丝波澜 道 那女人很厉害 更厉害的是 她手中有一样宝物 可让她对抗时空潮汐力量 苏一道 你是否阻止她 没有 狐受男子道 当那女人抵达此地时 戏法师曾下达旨意 允许那女人进入神幻天国 苏一点了点头 道 这么说 我要进入神幻天国 就必须先打败你了 狐受男子略意沉默 眸光犀利如电 道 我的剑道 只分生死 绝不留情 苏一笑起来 道 我的剑道 随心所欲 无所挂碍 八剑 苏一绣跑骨荡 卖不上钱 只似闲庭信步 可落入狐受男子眼中 此刻那惊袍年轻人 只似跳出了这天地繁荣 逍遥于九天之外 而他身上的剑意 则似无所不至 无所不在 大而无量 好 狐受男子一身道行澎湃 剑意兴涌 枪 他掌心一番 一口道剑掠出 当空斩出 刹那间 无数剑影乍现 无数剑气轰鸣而起 无数爆裂如火的 法则奥义 交织在剑气中 骤然迸发 恰似无尽火焰剑雨 覆盖周须石方 更恐怖的是 层层叠叠的空间力量 排山倒海般奔涌 让这无数的火焰剑雨 呈浸出一种 无法言喻的恐怖大事 这是把空间奥义 和火形大到彻底融合了 一剑世华乾坤 一剑异玉神艳 难得的是荣为一炉 不分彼此 苏义按道 他看得出 枯手男子没有留守 一剑之下 倾尽全力 要分生死 这等剑道正因为极端 故而才极致的霸道 苏义没有留守 他又比杨起 长指如剑 横空一挑 仅仅是这么个 寻常不过的细微动作 便如先生言法 一身剑意如江河决堤 清天赋的 剑意之中充盈着 大若无量 无间不摧般的神韵 而当这等力量 从苏义指尖挑动 轰 天穷俱颤 大地轰震 师方虚空 像被锯锤砸中的琉璃 骤然均裂成无数块 如若竹网般的裂痕蔓延而开 那由枯手男子 展出的无数火焰剑雨 更是想遭受一场风暴碾压 轰然烟灭 那无数重重叠叠的空间之力 则随之轰然粉碎 而天穷下 苏义挑起的一抹剑气 俨然有聊天之势 撕裂天语 成为这片天地唯一的一抹光 而剑气尽头 直至枯手男子 哼 枯手男子似遭受到不可抵御的冲击 身影猛地倒退一步 那冷硬如坚实的脸旁变得苍白 那一身的衣袍和长发 都遭受到剑气冲击 烈烈作响 肌肤上出现无数细密的血色裂痕 敢问阁下这一剑有何名他 枯手男子眼神恍惚 地语出声 随手为之 没名他 苏义淡然道 说话时 他心面一动 那一道横跟天语 直指枯手男子的剑气悄然弥散消失 随手为之 枯手男子自语 好一个随手为之 他神色微妙 眼神泛起震撼之意 随手一剑 便有剑破天语 横压周虚之势 其中充盈的剑道傲义 更是强大到不可揣测地步 自此等剑道 简直匪夷所思 枯手男子潜心修炼至今 历经漫长岁月的求索和参悟 才终于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剑图 他自存以自己的剑道力量 哪怕是归一境层次的修为 也足可以去和当时一些等 语境大能一较高低 可现在 他败了 败在一剑之间 而对手 分明仅仅只是一个同寿静初期的界王 并且古灵分明才只有二十余岁 深呼吸一口气 呼售男子双手抱拳 道 既不如人 甘拜下风 不过 阁下便师不杀我 我也宁死不让 神色坚定 苏伊眸子中泛起一丝欣赏 道 你不是说 戏法师曾传授你剑道秘诀 为何不曾施战 呼售男子摇头道 那等剑道秘诀 至今还不曾被我彻底融入自身剑道 若是施展 画虎不成反类犬 徒增笑撩 苏伊深以为然道 此言大善 呼售男子一正 迟疑道 那在阁下看来 我的剑道如何 苏伊认真想了想 道 在当事 可称作是第一流 在我眼中 也可担得起不俗二字 仅仅只是不俗 呼售男子眼神复杂 漠然不语 他可不知道 在过往岁月的星空深处 能够在剑道上 被灌注点评不俗者 背着手指都能输得过来 既然已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剑图 为何还要在意他人评判 苏伊轻声道 你身上的修为或许有瑕疵 所执掌的大道力量 或许还不曾真挚更强大的地步 但这些以后都可以弥补 若只论剑道修行 你的道心还不够自信 这才是你一身 剑道最大的一个缺陷 自信 狐受男子错愕 不错 是自信 苏伊道 身为剑修 当初见那一瞬 自当有疲逆一切的心境 并非狂妄 并非自负 而是一种气魄 顿了顿道 或许 你可以看淡生死 无惧一切 可当你向我请教 自身剑道如何时 就已经证明 你对自己的剑道 还做不到绝对的自信 一番话让狐受男子不由愣住 于无声处听惊雷 看似浅显易懂的一番话 可唯有他清楚 这番话真真见血 只指自己的道心 但想 狐受男子探服道 听君一席话 让我大有波云渐日之感 说着 他朝苏伊躬身行了一个大礼 那你是否还要阻挡我 苏伊问道 狐受男子欠然道 终人之事 不能食言 苏伊经不住笑起来 汗手道 真不错 他打了个响指 顿时 玄尽法则的力量涌现 在无声息之间 压制在狐受男子身上 让他再无法动弹分喉 狐受男子悚然一惊 若刚才对方就动用这等大道奥义 自己怕是会输得更快 苏伊迈不超远处行去 走到半途 他呼地想起一件事 道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聂建成 狐受男子道 我记住了 苏伊点了点头 迈步而去 哼 时空潮汐肆虐 未能恐怖无边 苏伊袖跑古当 上千颗空间神经炸开 所运机的空间力量 凝聚为一道剑气 落入苏伊掌中 随着他挥剑斩落 如风暴般肆虐的时空力量 被硬生生凿劈开一道路径 而苏伊的身影凭空一闪 以趁此失机 一步迈入那通往神幻天国的入口 眨眼消失不见 虚空中 那一道被剑气批出的路径 缓缓被时空潮汐的力量侵蚀一空 星空深处 何时出现了这样一个堪称恐怖逆天的年轻剑修 假以时日 以此人的剑道造诣 怕是能打破贯主大人以往所缔造的种种剑道记录 远处 自称聂剑城的枯树男子已从禁锢中脱困 他眉梢眼角 尽是感慨 作为剑修 他毕生只尊重和推崇一人 他就是人间观灌主 对于灌主过往的传奇事迹 他更是了如指掌 如属家珍 可现在 他却新生一种强烈的预感 刚才那个年轻的剑修 在以后的岁月中 极可能有资格去比肩贯主 甚至是超越 只希望他可以活着从神幻天国归来 千万别出事 聂剑城心中轻语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你的观看